目前大盘指数 温温的又涨到今天盘上高点咯 那可以留意一下今天盘面当中强势族群 我们今天帮您先做快速的整理观察 今天强势族群一把抓 向网通族群里面 正级明太太阳表现抢眼 载版的新兴紧说难点 今天回神 IPC工业电脑族群的盘移 广集飞捷表现不错 光学股的联谊光 现金光佳能 表现也非常的热闹 这些强势股 哪些是可以来做追击的 哪些等拉会适合布局呢 为您连线请要到是分析师许峰露了 峰露好 平均各位请我这边我大家好 好 峰露我先帮大家看一下 因为在今天盘面当中 刚刚的强势族群里面 我想请你帮大家追踪两大块 一个就是在网通股咯 308的联雅 在刚刚股价创下金高 它也是光通讯族群 今天要进行一个法说 短线上蛮多的一些光通讯股 一档一档往上冲的同时 想问的是哪些可以做注意呢 好 我想光通讯的一个部分里面 今天是轮动到了联雅 包括说像比较小间的 6442的光盛 那早上我滚到涨停板 但我这边要先提醒投资朋友 这一波段的光通讯 起涨的一个代表股 是4979的华新光 那华新光涨了一大段 创新高之后 它进入休息 休息整理 我认为以它下半年的营收成长动能 应该持续可以去做留意 买黑不买红 我觉得这是我给它的建议 那3234的光黄是跟着4979的走 但它的营收并没有上来 所以这个我们就不用再过度的追踪 那回过头来看 重要的308的联雅 它是光通讯的龙头 昨天投信也开始进行买超 那它的一个股价是在这一波 7月中旬之后 建了一个波段低点95.6 开始进行反转向上 第一段就已经涨到了季限 季限爆量之后休息整理 前天它进行除全息 那当天就开始转强 昨天又在大涨 今天继续往上攻 短短几个假日 已经从123元7月25号的低点 来到今天的151元 哇 这已经涨了超过20几块 这已经超过十几个百分点 那不管它今天法说 讲的好或不好 我们认为基本上 整个光通讯的一个 整体的产业看起来都是非常好 尤其在下半年 主要还是关键是在于去年缺料 那今年料源都足 所以整体的产业再往上走 但是你要先去注意到 第一 上面有一个半年线 第二 它已经连涨了三天 第三 今天爆量 我们一直跟大家报告 是爆量短线上 它会进行休息 所以即便今天法说在讲 我认为一定有人先提前预期 到法说的一个利多提产 那我认为它这一波 即便在涨第一个压力点 会来到了4月14号的 空方跳空缺口 请大家先注意 那边有个跳空缺口 那再往上一看的话 它基本上这边是一个 超过五年的一个大的头部 那你要这边直接V型反转上去 我认为相对比较难 我会建议投资朋友 等它拉回测试季线的时候 再去做布局 其实网通过 其实网通过蛮多的 你刚刚特别提到了 下半年的一个基本面都还不错 我这边有帮大家做整理 是它的六月营收月增幅 还有波段的涨幅 以及本益比的一个角度 如果真的来做一个大PK的话 网通族群如果说 这一波你提醒大家 联雅前面有个大头压力 不要去追的话 哪些可以做注意啊 我觉得接下来可以去看的 包括像我在讲的 在网通部分的话 其实这一波的主轴 在最龙头最开始 当然是3558的一个升准 但它毕竟涨多 而且价格贵 那我发现最近高价股 它要往上攻的力道 没有非常强 所以资金我认为会回到低价的 像你看今天公道涨停的是 2419的重企 这也是网通的概念 好 但当然涨停 持续有机会再进行创钢 因为它今天的一个涨停 是直接越过了 7月15号这个大量区 开盘就越过 越过这个收盘价之后 其实有上涨 哇 因为六月营收比起来 是网通族群里面最漂亮的 对 年增最漂亮 所以它这个具备有转机性 跟低价的一个特性 那我早上跟大家报告的 5353的台铃 那么你可以看到它这波也非常强 那今天也快要攻到涨停 好 那我认为 这边还位阶比较低的 而整体这个格局上面来看 又有鸿海集团的 我觉得应该要看到3062的见寒 这档公司其实 挺确应该有印象 我们在7月20号跟大家报告 当时候27.5 隔天出量上涨之后 7月20号爆量震荡 这两天震荡在五日线之后 今天又再进行转强 我认为这个层性也看好 而且它又持有 低轨道卫星题材 2314的台阳 持有的仓数也非常多 持有的价格也便宜 这都有潜在的力度 而且它也可以透过台阳 然后再继续加深 自己跟低轨道卫星产业的连结 那另外的话 我会认为说 网通走到这边 这些个股投资边 有可以做一些的 一个操作的部分里面 尽量是买黑不买红 那如果说你真的喜欢 真的想追 尤其今天晚上 美国可能要开始公布升息 那市场上目前来看 都是升息三码 所以我今天有看到一个讯号 相关的一个 不管是IC设计 其实已经有在指稳 又或者是 原本的主流股 它相对比较强的 今天有能够创高 在工业电脑这一块 请大家先留意 工业电脑这一波 带头的一个是 8114的振华店 但是你看它最近股价 它就是比较休息 因为提前涨 然后大凡在回的时候 它持续创高 反而大凡现在准备 在进行震荡往上反弹的时候 它在休息 但它回到季线游手 那6206的飞捷 也是回到季线游手 今天现在涨了两块八 但是你如果去看到 今天更强的是便宜的 然后有具备转机的 8050的广机 还记得上礼拜 我跟大家连线的时候 有提到工业电脑 它整理的态势非常强 投信其实买的也非常多 而且广机比起来 跟微墙店啦 振华店啦 还有飞捷 我来做个六月营收的 月增做对比 也很明显它是最漂亮的 不过这个位阶 本一比还蛮高的 要留意吗 应该是要以 今年的一个获利来看 因为它去年 缺乱获利只有2.69 但今年的第一季 就获利有1.53 而第二季的营收 又略增于第一季 那下半年 又是它的一个大旺季 所以法人现在预估 广机今年应该有 6块钱的实力 这边来看 本一比就不这样高 那明年的话 成长性还有机会 继续往上成长 反而明年预估 大约有8块 所以用这样的角度 你再去看它现在股价 是呈现一个 比较强势的一个 往上创新高的一个格局 我认为这就是对 因为股价 它已经先说明了 伪业基 明年后年 都应该有机会往上供 那再来就可以看到 3022的微墙 一样是工业电脑 去年都缺掉 它也是缺掉 所以你看它整理的时间 有够长 可是它这一波 是最完整的 所以它有一个 低基席的一个概念 那你去看微墙店 它去年的获利不错 有4块9 今年第一季 也是表现非常不错 1.39 但是也比去年来讲 并没有大幅成长 但是它的5月6月营收 都在开始增加 尤其6月营收 月增30% 年增有12.24% 好 如果它去年就赚4.9 那今年还可以再赚 从第一季1.39 第二季就大幅成长 7月份的营收 市场有传闻 有可能会大爆增 那你看它的股价这一段 其实在刚刚起涨 我认为它跟广基会是后期直锈 都有机会持续冲 而且股价也确实 在今天指数震荡过程里面 两个股价都往上创高 那如果以今天来看的话 大量区的微墙店 是在7月19号 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点 在现阶段的行情里面 爆量它一定会先休息 你看它7月19号休息完之后 到今天才同步的发动 同步跟8050的一个广基一起发动 我认为这两档个股 反而是今年可以特别留意 而且法人也预估3002的一个微墙店 今年应该有机会赚到6块 因为去年就有4.9 这是集优生 过去是比较稳健的 但今年还有机会再成长 我觉得这个跟8050的广基 都可以一并来看 那另外我看到今天 虽然指数在震荡 但是比较妙的一点是 升级股并没有全面转强 甚至有一些在拉回 这样益德今天就是有点出现的冲高下 留了蛮长的上影线 是 那你去注意一下 它是不是昨天也爆出了波段大量 我们常跟大家讲 爆大量之后 你不要去过度最高 除非你左脚快 那你一定要懂得快进快出 那甚至于是我们从上个礼拜 就跟大家报告的 这个活动概念股的太紧 你看我们那时候跟季线 季线位置16块6 16块7跟大家报告 到昨天是不是又再爆出巨量 你看前天爆量的时候 它就已经出现了一个换手的动作 昨天又出现大爆量 那当然是怎么样 短线要休息 那今天有没有休息 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报告 你如果也在做布局的一个操作 爆量反而是你短线下车的时候 那我再回过头来看 我现阶段我来看 这整体的行情的话 今天大家比较担心的 有一个族群 我想问IC设计 没有错 我想大家都会想要问 那3035的资源 那法说上半年是不是超标 而且你去看投信还 前几天还连续买了4天 但今天这样一个法说完之后 反而是压回 但你要先去留意 它今天能不能守住月线 那我会认为说 现在这段存体的IC设计 都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 因为现阶段的一个库存 有过高的一个嫌疑 所以报价在下调 这个是大家比较担心的 因为之前有什么例子 有驱动IC的意思 不管是敦泰联勇 或者是田宇 这些面板驱动IC的 一个报价下滑 然后股价基本上都要转 所以现在市场也要担忧 资源会不会 你看它股价也从330 其实现在160也已经腰斩了 我认为这边是在进行足底 市场已经把这些利空 多反映完 那另外一个 比较让市场担忧的就是 晶圆代工的涨价 那这一些IC设计 有没有能力去做一个转价 我觉得这也是压低 它股价的原因 但是只要请注意 它今天是有爆量 那表示有人在承接 月线如果守稳 这边反而我认为 守稳三天 不要再去破前面的一个底部的话 我认为在这边是进入足底 但它不会立刻涨 可是你看到今天IC设计 有人又开始转强了 3228的金利克 这个是大家最惊奇的公司 去年赚2块92 现在股价还可以 维持在300多块 去美化的一个概念 我认为在这一边 它如果能够继续强 IC设计都有机会去进行平反 包括说像今天的西利KY 前股王 现在是反红 世行KY 现在也是上涨 甚至于是我跟大家来报告过的 这个 这个 增弱3D队的先进封装的 6531的爱普 也在200元附近做整理了 我觉得这些IC设计 反而在今天美国 确定升息完之后 如果是三马 我认为明天这些 都有机会在进行反弹 我认为明天这些 那我认为 是